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Transaction Management的第二個部分 就是Recovery 在System Architecture裡面 Recovery 通常是在Transaction Component裡面 OK 我們之前講過Concurrency 對不對 我們今天的主題主要來講 Recovery的部分 這個 需要based on 一些 之前學的Concurrency 或是Transaction的一些基礎知識 OK 好 我們先來討論一下 就是說一個database 什麼時候會fail呢 這個fail的type 大概有幾種 比如說就像 Disk Crash OK 那這個hardware的這個crash 難免的 或者是這個power就被turned off 比如說停電 或者是像你的software 有一些error 有bug 或者是一些 沒有考慮到的狀況 那很少發生 但是就發生了 這樣子 那甚至是一些可能是disaster 比如說地震 火災 這種的 OK 好 那 當我們今天在考慮這個recovery的時候 好 那就是說希望就是說從這一些failure裡面 那我可以 把這個 這個database 在下次開機的時候 bring back回一個 這個consistent state 就是對 user來講資料不會錯 對不對 好 那 這個的話當然 有一些case 是 有一些failure 你是不可能 做到recovery 比如說一個火災 然後 把你的機房全部 燒光光 那你所有的backup也在剛好在那個機房裡面 那東西都燒光了 是不可能做recovery OK 所以 通常我們在考慮recovery的時候 那 我們通常只會考慮那些是recoverable的failure 那這個typical像什麼呢 比如說 像一些這個 transaction hands 比如說 你今天有一些 這個large code hands 比如說 這是一種software的錯誤 比如說 data 找不到 那你沒有處理好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停了 那 應該你假設它應該一定會在 可是卻不在 這樣子 那或者是說 有時候一些software overflow的情況 你在測試的時候你沒有想到 那它overflow 那bufferoverflow的system就停下來了 或者是有一些 user的input啦 或是administrator的input 或是system的input 沒有設好 那不小心就hand 這個system就hand住了 那或者是像這個system level的hand 比如說像這個deadlock OK 就是run and run 不是你的程式 有問題 就是說 這個system它自然的因為這個執行的順序 那就hand住 這樣子 那這也是有可能的 OK 好 那還有像什麼呢 還有像就是這個 在OS level 的一些hand 或者是crashes 比如說 這個driver有問題啊 hardware error啦 或者是這個 這個 在這個 system level裡面 這個OS啊 或是你跟這個 這個 programming的 這個 code base裡面 那有一些bug OK 那這些的話呢 可能都會造成你的系統就停在那邊 OK 那不管是什麼value 我們這邊考慮的value呢 基本上都要滿足一個assumption 就是說呢 你可以 這個死法可以任何 這個 不大一樣 但是 不管你怎麼死的 你都要 滿足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要假設在這個 nonvolatile的storage裡面 比如說像disk啦 或是sfd 那個data 沒有被corrupt掉 可以嗎 那這個是reasonable 因為你可以 透過一些比如說 file system journaling 你可以確保說你的這個block 每一個block在寫的 就算就算是真的譬如說hand住 或是power off 那 基本上那個block 不會corrupt OK 好 那那個東西是persistable 就是他 並沒有消失 這樣子 persistent的這個data storage 並沒有被破壞掉 OK 那如果是大火的話 那燒掉 那就沒辦法 OK 那另外的就是我們會假設的 就是說如果ssystem hand住的話 那就hand住 他就是不動 可是他不會是 這個neobug 他在做了一些 會破壞資料正確性的事情 那這個通常我們通常叫做 這個byzantine value 就是byzantine value 就是說 他不只是死 然後可是他去 死的時候變僵屍 他去做了一些 錯誤的事情 那這個的話其實 其實 實務上是會有的 你想想看你這個 城市如果邏輯錯誤的話 那沒有寫好 其實就把 資料亂改了 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假設的是 這個ssystem 是well-tested的 所以 通常那些死掉的情況是 你意想不到的情況 然後你意想不到的情況 你的software 就hand在你的邊 不會去額外去做一些其他事 可以嗎 那這個當然就是 這個是assumption 實務上來講的話 如果 比如說 Story真的就破壞掉了怎麼辦 真的就被corrupt了 或者說 你真的有這個byzantine value 那怎麼辦 如果真的有這種情況的話 那其實通常是會被 其他的方法處理掉 就是不在我們這一次 這個database要考慮的 recovery要考慮的這個主題 比如說 如果你今天是真的怕這個storage 被破壞掉的話 那你就可以 去replicate 你的database 比如說 你這個機房一個放在台北 對不對 或一個放在台灣 那一個可以放在美國 你懂得是嗎 那這樣子的話 兩邊都被同時燒掉的機率就比較低 OK 那或者是 這個byzantine value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corrupt corrupt就是說 我可以讓多個人來共同 決策 那一定要過半數啦 或是過到一定的程度的比例 那才有辦法 這個 執行下去 所以 一個單點壞掉了 那其實 如果他 壞掉的比例沒有過半數的話 那 也不會對系統 造成影響 那頂多就是 沒有辦法決策而已 跟我們議會一樣 這是空轉這樣子 那這是空轉的話 總比做錯好 這樣 這樣知道意思嗎 OK 所以 這個可以靠其他的方法做 那我們這邊的話 今天討論的主題 主要是 就是說 如果今天 System壞掉的話 只是hand住 而且這個disk 是 沒有被破壞了 那我們是試著可以把這個database 在下次開機的時候 把它 自動修復的 OK 我們今天主要講 怎麼樣讓database 可以自動的 去recover 從這個 上一次的value 好 這邊的話我們就先 review一下 好不好 因為這個recover的 這個主題 需要 你對這個 之前我們講的一些 這個基礎 有一些 了解 所以 我們再回顧一下 好不好 我們說這個transaction 就是要 insure ACID 對不對 那 怎麼樣做到這個a跟d呢 我們之前是不是講過 naive的a跟d 還記不記得 就是right ahead logging 對不對 那如果各位這個right ahead logging現在印象有點模糊的話 我們就很快的 帶大家go through一下他這個設計的這個motivation跟他的做法 好不好 好 那你要insure a跟d 那我們先看d好了 第一是durability 對不對 也就是說 一個transaction如果commit的時候呢 他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durable 對不對 好所以 你如果 這個今天我們的失程是有buffer的情況 比如說我們自己 自己maintain了一個buffer pool 自己maintain了一個lock的manager 東西是在這個 這個有buffer的情況 那 你要確定的是一個transaction commit之後是durable 那很簡單啊 就是 你一定要確保一件事情 就是 任何的這個commit的這個動作 他都一定要先做flush 對不對 要把所有這個 dirty的page 一定要先flush到disk上 好 你才可以跟 你的這個 client database的client 講說 我commit完了 OK 所以 看到commit的時候 其實 這個dibase已經確保 這個 所有的這個dirty buffers 全部都已經flush到disk上 那如果disk是persistent的話 基本上那你就 就就就就滿足了這個 durability 對不對 所以 為了要insure d 所以我們在commit之前 一定要 flush 可以嗎 好那這個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避免 好 如果commit要flush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要怎麼樣 insure A A好不好 A是所謂的atomicity atomicity就是說 一個轉身要嘛就全做 要嘛就全部沒有做 不可以做到一半 對不對 死在一半這樣子 這樣不行 好 那這個時候就要小心了 對不對 因為這個system呢 可能 或在任何的時候crash OK 這個crash就是我們剛剛assume的 我們可以handle的那些crash 如果他crash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可能會有 這個crash在幾個時間點 比如說 可能crash在某個transaction 已經commit完了 或是可能crash在某個transaction呢 這個 被下了這個 要flush 就是要正在commit的時間 還沒有commit完 還沒有flush完 這樣子 OK 或者是說 crash的時間呢 某個transaction呢 連要commit都還沒有commit OK 那這個時候你要確保 這個atomicity 那你必須就要 試著 去rollback 一些 transactions OK 比如說 這三個transaction 那我們知道的是 transaction2 跟transaction3 是要rollback 對不對 這我們之前討論過 還記不記得 那為什麼要 這個2我知道 因為他 他這個flash 到一半嘛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是我們要把它 他寫的那些東西把它recover回去 不然disc就 就錯 就錯了 那transaction3如果沒有要flush 為什麼 為什麼還是要去recover 那這個 還記不記得 我們之前講的 原因是因為 這個buffer呢 他可能會 幫你自己做 replacement 對不對 那這邊會有一些swapping的一些機制 在這個 buffer manager 裡面 所以他其實 傳承程3你就算是沒有跟他講說 要 這個commit 沒有主動做flush 那其實buffer 因為這個效能的關係 因為空間的限制 他還是會幫你做flush 那這些東西如果被swap到disc上 那這個時候 transaction3應該要是 不能夠 這個take effect 要是 全無的 這個狀態 對不對 下次再recover完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要想辦法把那些 被swap out出去的那些 那些 效果 那些 那些write 把它 recover回來 可以嗎 不能夠讓transaction3 有任何的 的這個 這個 effect 在disc上面 可以嗎 所以 2跟3都要去做 這個rollback的動作 好 那 現在就有問題了 就是說 好 那以這個 這個 這個 recovering的這個機制來講 那我們要 我們就要 解決兩個challenge 第一個是我們要怎麼樣 identify出 transaction2跟3 出來 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說 那我們 我們真的要這個rollback 那要怎麼去rollback OK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之前就講了一個 write ahead logging的這個mechanism 還記不記得 好 那這個write ahead logging的這個mechanism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就是平常的時候呢 你在做任何的這個modification的時候 你就叫這個transaction呢 跟這個recovering manager講 要去記這個log 對不對 要去把這些log記起來 那這些log呢 比如說 我今天要modify一個record 好那這個log的這個record可能長得是這樣 就是說 我今天要set一個value 那 是被哪一個transactionid set 好那這個要這個modification呢 是動到了哪一個block 好那這個block的offset是多少 在這個block裡面要offset多少 然後offset多少之後呢 那個value是什麼 對不對 好那這個value的type是什麼 我要記說我改了多 幾個byte 好然後呢 那實際上改的值是什麼 把它記起來 對不對 那這個record呢可以記在這個memory裡面 好所以這個 你的這個dirty的buffer可能在memory 那你log也可能在memory 不過呢 這個right ahead logging呢 它有個要求 就是說任何情況之下 你想要把這個這個modification 好 那把它放到disk上的話 那 它所對應到的 的那個log 那一定要先到disk 才可以把這個 這個data 的modification 放到disk上 可以嗎 好那這就是right ahead logging 所以 會 我們會有這個情況要把這個 這個 這個data的這個buffer write到disk 大概就兩個嘛 一個就是 transaction要commit的時候 另外要flush 去insure durability 對不對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buffer manage 幫你做這個 30 page的 swap 對不對 好那 那transaction要commit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要先write log 就是把這個transaction 所有改的那個 對立buffer 所對應到的log 全部都log起來 然後再去flush 這個 transaction的對立buffer 那flush完了之後呢 write了一個 commit log 一樣到disk OK 所以到了disk之後呢 那 基本上就算是 transaction commit完成 OK 好 那平常在這個swap的時候 如果buffer manager 在swap 也是一樣要follow這個規則 就是他如果今天要swap 某一個dirtybuffer 那那個dirtybuffer 所對應到的所有log 一定要先去 這個disk上 可以嗎 好 那如果有了這個write ahead logging的mechanism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回答我們剛剛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第一個問題就是 那 這個我們要怎麼樣identify那些要rollback的transaction 那我們現在知道的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這個transaction 那如果今天我看到他的commit log 那他一定表示他已經flush了 對不對 好 那 這個 如果我沒有看到他的commit log的話 雖然不 不見得代表他一定沒有flush 但是很有可能就沒有flush 對不對 所以我其實可以用這個方法 就是我去看看有沒有commit log 我去看那個 那個log logfile裡面 哪一些transaction 其實是 沒有那個commit的那個log record 我就把那些transaction 全部調出來 那就是就是要rollback OK 那這樣就簡單了 對不對 可能會挫殺一兩個 就是他其實flush是有完成 只是差一點點 沒有寫那個commit log而已 可是沒關係 我就是把它一起 一起砍掉 OK 因為反正我還沒有寫commit log 我也沒有return給user 所以對user來講 其實這個東西是沒有 沒有commit成功 OK 好 OK 那 Identify出rollback 的transaction 那我們真的要去rollback 對不對 所以第二個問題就是怎麼樣去rollback 那這個是有rightheadlogging的話 也很簡單 就是說 基本上如果今天有rightheadlogging 他的條件就是 log要先到disk 然後才是data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看disk上 的時候 比較這個 disk上的這個log record 跟disk上的 這些blocks 你會發現 一定不管是什麼發生什麼情況 一定會有log 可能會有block 可能會沒有block OK 但是一定會有log 那有沒有可能情況是沒有log 但是有block 不會有 不會有這種情況 對不對 因為rightheadlogging 就是要先寫log 再寫datablock OK 所以你在disk上 如果有看到東西的話 一定會有log 所以一定會有log的話 你就可以拿那個log 如果當時在那個log裡面 你去寄這個 all value的話 就像我剛剛看到這個all value 你就可以把那個裡面的all value拿出來 然後直接replace到 這個disk 這個datablock的那個位置 那這個時候後面的datablock 不管他的值是什麼 他就 直接就把它replace成all value 那就做完undu了 對不對 這就是undu了 這樣知道意思嗎 所以rightheadlogger就可以讓我們很簡單可以undu 就是一旦把這個transaction挑出來 那我去看那個transaction的log OK 那只要這些log 如果不存在 就表示data也不存在 可是如果它存在的話 那我就閉著眼睛 把它這個log裡面的all value拿出來 然後拿去寫到這個disk的 這個 這個 datablock的位置 那基本上我就做完 undu了 可以嗎 那undu做完之後呢 一樣好 然後我把這個 這個所有的block flush一次 然後寫一個rollback 那這個時候呢 下次如果 system又crash的話 我再看一次的時候 這個transaction我不用再做了 因為這個disk裡面的東西 已經確定 是 nothing 就是沒有任何情況發 沒有任何operation take effect OK 對這個transaction來講 所以就做完 做完undu了 就做完rollback 可以嗎 好 OK 所以這個就是 rightheadlocking的好處 那這邊要記得一下 就是這個rightheadlocking 其實是有sumption 比如說 這個我就不再仔細提了 就說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sumption就是說 我們要假設的這個 不管怎麼樣的情況 你在寫一個block的時候 就算是poweroff 就斷電 或是任何crash 我們可以接收的crash的 這個情況發生 那個block在disk上是不會corrupt的 就不會寫到一半 然後這個讀寫頭就不寫 那這個你可以有 可以假設有這個disk的 這個hardware support 或者是你可以有這個 file system level的 journaling OK 那 第二個是 我們這個log 要注意的地方是 我們這個log 他平常在寫的時候 是寫到memory 對不對 不是直接就寫到這個 這個disk上 然後你每次都要做locking 都要寫到disk上的話 那其實你io的次數就會很高 所以 沒有辦法這樣做 所以我們通常還是寫到一個 這個 這個memory上 所以 記不記得我們在這個 講這個memory manager的時候 才會有一個特別的 這個log manager 就這樣 那 這個 你說 有log 把log寫到memory上 那會不會有問題 其實不會有問題 對不對 因為你就是反正你只要確保 right ahead logging 這個原則 是對的就好 就是說 一旦你要寫個data 就把它的log先寫 對不對 那有可能是 因為這個 你還沒有寫 所以 crash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log也消失 data也消失 可是不管怎麼樣 反正那個transaction 基本上 你在 看的時候 他就是沒有 commit 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要去rollback OK 所以有些東西消失 沒關係 那就是 把它rollback 就好了 可以嗎 所以 final memory裡面會 提升效能 那還是一樣 就是在 flush的時候 要做到right ahead logging OK 那這個時候呢 可能 這個因為發放他memory 可能會有一些log 其實 在crash的時候就消失 不過也沒有關係 就是 我就把 反正還沒有commit transaction 就recover 就是rollback 就是 把它所有的效果都把它 變成是 Nothing 這樣子 那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嗎 所以這個catching a log 不會影響正確性 大家可以 加速這個 平常在執行的時候 的速度 OK 那這個是 一個 很快速的review 那如果各位這個 想再看仔細的話 可以下去 重新聽一下 這個之前的 這個我們在 講這塊的時候 的一些review 的這個章節 好不好 好 我們接下來就開始 往下講了 那有了這個基礎的概念之後呢 那我們可以知道這個一個 System裡面 一個Data Bay System裡面 跟這個recovery有關的 component 那其實就 勢散在這個不同的layer 對不對 從這個最底層的這個 Memory Management開始 我們其實就有兩個component 是跟recovery有關的 一個是lockmanager 他就是去catch log 對不對 那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 buffer manager 他就是catch 這個 Data buffer 那他們兩個要配合的 對不對 那才可以implement出 所謂的 ride ahead Login 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buffer manager 要跟這個lockmanager 講說 你要flush到哪個lsn 對不對 lsn還記得嗎 Log sequence number 拿了flush完的時候 buffer manager才可以 下去flush 基本上 就是這樣子 那 現在我們要討論一個 更上層 就是 在邏輯上來講 是一個 這個控制 lockmanager 跟buffer manager 的一個manager 叫做recoverymanager OK 那 他做的事情是這樣子 我們之前的這個 lockmanager 跟buffer manager 你看想想看這個 lockmanager 我們在做log的時候 其實他並沒有去定義 那個log裡面 要寫什麼 對不對 OK 雖然我剛剛給你看個example 什麼setValue 什麼什麼 可是那個東西不是寫在 這個 lockmanager 裡面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logmanager 他只管 就是LSN 就是你跟我講說要flush到哪裡 我就把它flush進去 裡面內容我不管 OK 那buffer manager也是一樣 buffer manager基本上就是 只管這個 catching catch databuffer 所以 databuffer裡面的內容 是什麼他不管 對不對 好 我們看過 誰會管databuffer裡面的內容 就是 Recordmanager 對不對 那現在一樣 誰會管log裡面的內容 是一個更上層的container 就叫做 recoverymanager 那recoverymanager 他會定義log要寫什麼 such that 然後他可以去 insure a跟d 這個property OK 所以我們今天要主要討論就是recoverymanager 然後他要學會如何去控制這個logmanager跟buffer manager such that他可以做到 a跟b 那這個recoverymanager的這個 重責大任就包含了像譬如說 Define what to log 就Define log要長什麼樣子 他的邏輯的這個 這個 要寫的東西是什麼 那 Define 什麼時候 要flush到buffer 那你要什麼時候要flushbuffer 那基本上 間接的就是如果他們在底層上已經implement right ahead log 那就是什麼時候要flush log 對不對 對corresponding的這個log OK 所以他還決定了flushing的timing 那再來就是 這個log定義好了 那該做的flush做好了 那怎麼樣去 可以平常的時候可以rollback transaction 那transaction可能 自信自信自信到一半他可能自己覺得要rollback 那這個時候你要可以做 或者是說 這個transaction自信自信到一半然後system crash 那你下次再重新打開的時候 重新把這個database打開的時候 那recoverymanager要去負責 把database recover成 一個consistent state OK對user來講是正確的state 也就是說 如果在recovery的過程中那些做到一半的transaction 都要可以幫他自動的rollback OK 好所以這個是recovery要做的事情 好 那這個recoverymanager呢 就是summarize一下 就是他有分 平常 跟這個systems 一開始的時候 的這個兩大這個執行的這個 這個時機 那在平常的時候呢 recoverymanager會去試著participate在 每一個這個正常的transaction 就是normal transactionprocessing的flow 那比如說我們今天看一個transaction 這個transaction 一開始write 做一些write read的動作 對不對 他可能會 做一些condition check 那condition check如果不過 這個transaction你可能說 那就rollback 比如說這個transaction原本是要幫 全班 不及格的 同學加到及格 這個事情不會發生 好不好 好那就是舉例 好那 後來發現說 其實全班 沒有人考不及格 那就算了 對不對 他就rollback OK 那如果有的話呢 那就 做一些修改 然後看命 OK 假設啦 假設傳承者是這樣子的話 那這個時候傳承者是有可能會 自己決定要rollback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跟crash沒有關係 傳承者有時候自己會rollback 那這個時候 recovering manager也可以利用這個log的方法 把 之前做的這些東西 undu掉 OK 那他要做的事情就是 他要求這個transaction 在每做一些 rewrite 在做一些modification的時候 那你就跟 recovering manager講說 我做了一個read 然後我read了什麼東西 那recovering manager就會試著 把這個動作呢 然後記下來 怎麼記呢 就把這個動作的log 記起來 可以嗎 那記起來之後呢 如果 就是沒有錯誤發生 就是這個傳承者自己 要 要 要砍命 那 這個時候他就把所有的log 跟這個buffer 就flush到disk上 可以嗎 那還是要把log先flush 然後再flush buffer 確保這個 在flush的過程中 如果有crash的話 是recoverable 那如果transaction 自己主動說要rollback 也可以 那因為反正每個動作 recovering manager之前都已經把它log起來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他就背上那個之前的log 去undu他 undu每一個動作 那就 可以把這個transaction的效果 cancel掉 OK 這是正常的 這個 情況 recovering manager可以幫得上 transaction去做rollback 或者是commit 可以嗎 那 有另外一種情況 recovering manager會派上用財 就是真的sistence crash 那sistence crash之後呢 下次這個administrator 把它打開的時候 recovering manager會先試著 去執行一下 然後 如果 這個 如果 做完這個recovering之後 才接下來 讓普通的轉向選執行 所以他做什麼事 他要先做一件事 就是他現在要去看看說在crash的時候呢 有沒有一些這個 做到一半的transaction 那把它 內就全部抓出來 而且要全部可以把它rollback OK 那這個rollback完了 把這些transaction incomplete transaction 的這個effect 全部都undu掉之後 這個時候才開始 跟sistence講說 好OK你可以接受 普通的transaction 可以嗎 所以這個recovering manager呢 其實還蠻重要的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會可以看到他有兩個身份 也就是說 他在執行的時機 時間點有兩個 在正常的 transaction process 就是沒有crash的時候 他會participate在 每一個正常的transaction 對不對 那他今天 比如說今天 要做committ的時候 那recovering manager呢 會去執行那些committ 該做的事 比如說就像 去做call flashing 那這些在call的動作呢 基本上 是on behalf of那個transaction 要committ的那個transaction 就他做這些動作呢 他做的那些io 或是做任何操作 那 這個 都under在 這個 那個 要committ的那個transaction 裡面 他是 on behalf 代表那個transaction 去做一些事 通常rollback也是 rollback的話 就是傳承人剛剛講說 我要rollback 然後recovering manager 開始去讀這些lock 然後去undu 對不對 他不管做什麼事 那在正常情況之下 在normal的transaction 他都是代表的那個 要rollback的transaction 可以嗎 那些operation 基本上都under在 那個transaction裡面 那 這個 system restart 就是failure recovery的話 就不大一樣 這個recovering manager 還是會做事 可是呢 他做的那些事情 會under在 一個 dedicate的 特殊的 這個transaction 通常叫做 所謂的recovering transaction 這個recovering transaction 通常都是 他在執行的時候 通常system就只有他一個transaction 因為他是 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就是system crash的 所以打開 那你不可能 馬上就開始接受 普通的transaction 所以 會先跑一個recovering transaction OK 那 這樣你說這有什麼差呢 有差的 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如果recovering manager 在正常情況之下的話 在普通的transaction 那他就要去考慮 這個 concurrency的 他要假設有其他的transaction 跟他競爭 OK 但是在 dedicate的recovering transaction 裡面 recovering manager 在recovering database 的時候 他其實是 不用管concurrency 因為在這個時候 system就只有 他一個transaction OK 這樣知不知道 那我們現在就知道 兩件事 recovering manager 他的主要的responsibility 還有他的執行的時間點 就是在 normal transaction processing 或者是 system restart 的時候 可以嗎 那接下來我們會看一下 他在 這兩個時間點 分別做什麼事 那我們今天的outline 大概就這樣 我們今天outline的話 主要是 用logging 這個 內容 來去分 我們先講這個 最單純的 physical log 就是他log的東西呢 就是完全就是這個physical 什麼是physical 我們等一下會看 實際的例子 那 第二個部分的話 我們會 講這個所謂的 logical log 為什麼要logical log 他寄的東西呢 就不是這個physical 不是說write 某一個value 他是 真的去寄說 你的這個 邏輯的動作 可是這個邏輯的動作 可能breakdown 成好多個 這個low level Io的operation OK 那第三種呢 就是 就是這個叫做 physiological log 這個這個就是 physical 跟logical 合在一起的字 就是physiological 對不對 那顧名思義就是他是介於這個 這個physical 跟logical 之間的log 好那這個這個聽起來很怪對不對 不然就是我們之後會講 好不好 好那最後的話我們會 這個討論一下這個Velinda Core 裡面 我們怎麼樣去implement這個 我們的 recurrent manager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